这就是侮辱女性的下场 脖子被抹十几道 老二被剁成肉末 一丝不挂血中堂 残忍程度直拉满 你砍了她的下体 这些可不可以不要忘了 不想说了 之所以如此虐杀男人 竟是因为她死前嘴剑 嘲讽女友大象腿连着水桶腰 飞机场上挂海胆 有情提示一下男同胞们 吵完架没哄好女朋友之前 千万不要轻易睡觉 2015年5月 广西北海的一家情侣酒店内 服务员像往常一样起来打扫客房 当她走进三楼的一个房间时 突然一股刺鼻的血腥未熏的 她睁不开眼睛 顺着味道 她来到了床前 心想是哪个顾客拉里面了 而当她掀开被子后 一具血肉模糊 分不清是男士女的尸首 呈现在她的眼前 雪白的床单被浸染成刺眼的红 试问 哪一个变态能承受住这样的画面 吓得站不住脚的服务员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后 民警立马对现场展开调查 经法医检验 死者身上布满致命锐气伤 脖子部位遭到疯狂砍击 只剩下一张皮还藕断撕连着 如此触目惊心的作案手段 试问哪一个变态不浑身站立 然而 当民警掀开盖在死者下身的被子后 所有男同胞被吓得膀胱一紧 死者的水管被剁成了稀巴烂 一整个已经完全跟身体办了价 如此凶狠的力度 让警方误以为凶手为男性 紧接着 在床边不远处发现了一把锋利无比的菜刀 根据上面的血迹判断 这应该就是凶器了 从现场的状况来看 警方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凶杀案 凶手心理素质极高 且对死者的仇恨已经达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想要尽快抓住凶手 第一步就是确认死者的身份 根据床边的证件来看 死者名叫周世衡 十年三十五岁 长相文质彬彬憨厚老师 究竟是什么样的恶魔 要对这样的小仙男下此狠手 正当民警要调取宾馆监控时 没想到凶手竟主动投案自首了 而当警方见到凶手本人时 所有人大吃一惊 她竟是死者的女友罗翠花 一个唯唯诺诺梨花带雨的短发姑娘 开开心心和男友来约会开房间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举起了杀猪刀磨刀祸祸祸向男友呢 在回忆起两个小时前的场景时 罗翠花仿佛还没有从中抽离过来 这是梦吗 而在她的回忆中 我们也终于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是男人不尊重女性的下场 一夜缠绵过后 男子嘲笑女友太胖身材不好 就好比大象腿连着水桶腰 飞机场上挂葡萄干 嘲笑完后 男子没有哄好女友 而是倒头就睡 然而正当她憨声正浓之际 愤怒的女友拿着菜刀将她大写八块 甚至连老二都被剁成了肉泥 我们来沉浸室体验一下案发经过 2015年5月 已经热恋一年的罗翠花和男友周世衡准备来北海旅游 订了一间大床房后 两人就迫不及待的入住了 在干政事前 两人就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争吵 但并不激烈 更不影响他们接下来的鼻舞 在一番霹里啪啦后 男友周世衡的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欢言 他不耐烦地打开了电视 此时电视画面正播放着国内非常火爆的女子选秀节目 在看到里面的阴阴艳艳后 周世衡突然绷不住了 暗自与自己的女友对比后 周世衡直接对着女友吐槽 你的身材太差了 你什么时候能减减肥 我不知道这番话 屏幕前的女同胞们在听到男友这样说 是什么感受 反正当时罗翠花已经有些不开心了 于是就没搭理他 结果周世衡越说越来劲 还直接上升到了人身攻击 他说罗翠花就是大象腿连着水桶腰 飞机场上挂俩葡萄杆 看着就来气 这番话彻底击溃了罗翠花的自尊心 他当时就和周世衡撕破了脸皮 大吵了起来 大骂他是牙签金针菇 周世衡的自尊心也收到了一万点暴击 随后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争吵了十几分钟 吵完后 罗翠花吵累了 便侧躺在床上生着闷气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战斗都结束了 周世衡还不忘补上一枪 说自己当初怎么就瞎了眼 看上你这个肥婆了 说完后 周世衡两腿一蹬 直接钻被窝里呼呼大睡 罗翠花气炸了 他幻想着这一次男友还能像以前一样 把自己哄好 但几十分钟过去了 男友不仅没有丝毫的动静 反而还传来了震天响的憨声 他躺在床上 回想着男友说过的每一句话 久久无法入睡 伴随着这如同诸教一般的憨声 罗翠花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心中顿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那就是疯狂报复这个男人 于是 趁男友熟睡之际 他拿起了旅行包里的菜刀 对着周世衡的脖子不为疯狂的挥砍 周世衡一下子就在剧痛中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看到女友在向自己索命后 他开始疯狂求饶 说自己错了之类的 但还没等他说完一句完整话 脸彻底断了气 可即便是嘎了 罗翠花也不解气 他继续对着周世衡挥砍 砍累了 他在一旁稍作休息 噩梦并没有结束 他觉得一切罪恶的根源 都是来源于男人的某个地方 于是 一气之下 他将对方的老二砍了下来 做完这一切时 罗翠花脑子还是空白的 他淡定地去卫生间冲了个澡 随后带走了随身物品 便逃之夭夭 但在出门一个小时之后 罗翠花就有些后悔了 他主动拨通了自首的电话 向警方交代了案发经过 可是 民警在听完后 还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仅仅因为这几句嘲笑 就将男友残忍杀害的话 那全国还有几个男人幸福了 所以警方觉得 这背后一定另有隐情 果不其然 在一番深度调查之后 才发现 罗翠花的杀人动机 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只因男子嘲笑女友身材不好 女友一气之下 剁了她的老二 随后用菜刀 对着男友的脖子 狂抹十几道 残忍程度直接拉满 那么 女子杀害男友 真的是因为嘲笑身材 还是另有隐情 这个脚带料靠 即将被法律审判的女子 正是本案的女主角 罗翠花 在回忆起她与男友 初识的画面时 罗翠花笑得很开心 两人虽然是朋友介绍的 但罗翠花对周世衡 却非常满意 周世衡长相帅气 能说会道 两人认识没几天 就确认了关系 恋爱后 周世衡对她 无微不至地照顾 这让罗翠花误以为 自己遇到了 要结婚的白马王子 谁知几个月后 意外就发生了 这天 周世衡的手机上 发来了一条暧昧短信 内容也是非常的不堪入目 而这一幕 恰好就被罗翠花看到了 于是罗翠花就质问她 这是哪个狐狸精 结果周世衡却非常淡定地表示 这是自己的前妻 自己马上就要跟她离婚了 让她不要太在意 罗翠花当时都要气炸了 如果不是这条短信 她都不知道周世衡 还是一个有父之父 可下一秒 周世衡就向她信誓旦旦地保证 自己会跟前妻离婚 和她一辈子在一起 罗翠花信了 她选择了原谅 两人还是和从前一样热恋 可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 相恋一年后 周世衡就对她的态度大变 一整天见不到人不说 甚至连消息都不发一个 偶尔打来电话 那也是要钱 罗翠花因为太爱男友了 对男友的要求都是摆一摆顺 但后来 罗翠花从他人嘴里得知 周世衡私下还有很多傍友 愤怒的罗翠花和男友大吵一架 但换来的并不是男友的忏悔 而是拳打脚踢 我一直对她都很好 可是她老是 背着我在外面找女人 还有回来的 有的时候在一起 就经常跟我打架 极端的愤怒 夺去了她的理智 罗翠花决定将男友杀害 于是 她提前买好了刀 约男友出去旅游 原本 在动手之前 她是非常犹豫的 但在听到男友的嘲笑后 她再也忍不住了 将菜刀挥向了她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男友的行为固然不对 但极端的杀人行为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这样断送了他人的性命 也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 实在是不值 我费用事物 希望她费用事物